美国国税局表示,由于事业福利是因税收入,各州会向领取者和国税局寄出1099G表格,及特定政府付款。 因此,任何人如果收到欺诈性或不准确的1099G表格,都应报告给发放该表格的州机构部门并要求改正。 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遇到以下情况,则可能是失业类身份盗窃案的受害者。 例如,收到来自政府机构有关失业类申请或付款的邮件,而他们本人却从未提交过此申请。 或是收到国税局1099G表格,里面显示了他们没有预期或没有领取的失业救济福利, 以及收到来自雇主的通知,告知该雇主收到了针对其失业申请而被要求提供信息。 美国国税局补充,纳税人如果之前就因税务相关的身份盗窃问题联系过国税局, 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,还可致电1800-908-4490寻求专业协助。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,请上美国国税局官网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